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嘉雄 今天2019年11月16日早上9點56 我再講《文與愛》286集 每天文中《文與愛》今天講的部分是2020年3月12日 今天講紙約群居終日言不及以好行小會難以再 我記得這15篇第16章 我記得我在小學的時候那時候樂地啦 這個他們也的那個梁山伯宇注音台 那在私塾裡面老師問馬文才 就是要取注音台你取到這個 然後他就想說問他 在包是終日俠語句 終日在輪語裡面共出現三次 一次是第二篇第九章 一個是十五篇十六章 一個是十七篇二十二章 所以如果這樣講起來應該是四個中日 剛剛原物說錯了 所以從第一個中日開始看 他是無與回中日 第二個是這第二篇叫無與回中日 就是我跟你講半篇 十五篇十六章是群居終日 大家坐在一起整天 第十五篇上上無常中日 無常一天一整天 然後十七篇二十二章就是保時終日 所以如果把這個中日挑出來 這每個中日的這一句挑出來 那這四章的連貫就很有意思 第二篇第九章 第四五篇十六章 第四五篇三章 跟第十七篇二十二章 他出現三篇四章 所以我剛剛的語錄是三篇沒有講出來 那在他的整個連貫上 我們再回覆一下 無與回中日是第一個 我個人跟你講 講半天 第二個群居終日是大家住一起 第三個是無常中日 我曾經整天做什麼呢 最後是保持中日就是吃了 所以第二篇第九章十五十六篇的時候 是無與回中日 我跟他回講了 不為如與 都不會違抗我 就是一一照著做 但是退而醒其思 一足以化 佛也不如 但是退後看他的行徑 所以就跟達魂一樣 達爺者直直而好逸 查言而觀測綠以下人 再幫必達再加必達 文言者 攝取人而行為 居之不宜 就是一個是 查言觀測綠以下人 他的言語跟臉色或行徑 都是很會考慮別人來擔心別人 查言觀測綠以下人 所以在這個行徑上 他是一個自我要求的夠 所以同樣的人生的旅途上 就像我在看日本那個電影 三田孝師三十五歲 他的榮耀與痛苦 但是同樣的我在看 布萊德彼得 他的 他也是一個演員 也是個製作人 但是他的胸懷氣度 但是年齡還有國家有關係 三田孝師也很優秀 但是在思考路上 他的辛苦跟痛苦跟快樂 也是一樣不能比 就是兩個製作人 我來看 三田孝師這樣 大家閨秀 娃娃閨女 那布萊德彼得 就是不可一世了 所以像香港的兒童生也相當優秀 他的女友余安安啊 張曼玉啊 都是他曾經有名的女友 那他的哥哥 江大衛啦 秦佩啦 同婦異母的哥哥 一個大師 他也是個優秀製作人 所以在看人 中日 所以群居中日言不及其 好行巧非那也在 你如果一直坐在一起 多介好地做事 就笨笨地再過日子 求平安沒事 那這樣子能夠有所成名成就 是很難的 所以第十五篇三章 無常中日不思 中夜不景 以思無意不如學也 他說怎麼樣還不如學也 所以十字之意 必有中性如求者言 不如求之好學也 所以在文語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這個觀念行進是很積極的 所以如何走出自己 就包食 總日難以摘 保食中下一句 無所用心難以摘 但是口水也是安慰的家 不由博弈者乎 為之有學會 只要你願意下棋 願意油沾碗水 也是賢慧的 也是不虛此生的 那我想 不是對跟錯好跟壞 就是活出的事情 手術健康 明天會更好